大家好,我是杜林,欢迎来到麦子学业 我们来继续学习Jigbee的大型项目 前面我们主要以实验的形式 讲了讲系统的结构和设备一些模块化的这样一些编程 下面我们进入第四阶段的学习 实际上还是Jigbee智慧家机管理系统这样一个项目 只是我们实现的东西会更深入一些 前面我们说过,我们的项目中涉及到非常多的这样一些传感器 我在这里就挑选几个比较典型的和大家一起来研究一下 主要起到一个抛砖引一的作用 大家可以在这个技术上去逐步的完善 为了达到更好的理解这样的效果 我想在这里采取所欠即所得的这样的思路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讲完一堂课后,我们马上就能编译和看到 相应结果,实际上和前面的思路是有点类似的 本结构来看一下我们要进入的 我们的这个Jigbee智慧家机管理系统项事件的 这样一个高级的开发过程 本段话我们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 我们在这里还是使用两个设备 一个协调器通过串钩连接到电脑 另外一个中单设备连接这样的烟雾产感器 有烟雾或者有气味靠近这种烟雾产感器时 就会形成数据信息后上报给协调器 然后通过串钩上报给PC的这个控制中心 这里为了简化过程 在电脑上就使用这种串钩助手 来打赢出这样的一些数据信息 其实这里的难度在以实际生物中 需要测试很多的这种烟雾的值 当发生这种泄漏啊 发生这种火灾啊等情况 能通过本系统准确的判断和区分出来 先还是来看一下协调器是如何去实现的 那么主要是在这里 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的初始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实际上这个函数 我们其实是不陌生的 因为我们在前面的时候 就基本上接触过这个函数 那么我主要是把一些前面没有实现过的 这样一些东西在这里讲解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行 这里就是定义了一个关于串钩的 这样的一个数据结构类型的变量 那么下面的话我们就是要设置 设置递这个数据结构的变量 进行这样的一些初始化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是递串钩进行配置 那么所以就把它设成是针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要设置它的玻璃力 是115200 下面我们设置的这一项是关于流量控制 我们这里不采集 不实行这样的流量控制 接下来我们按照上面的这个配置 打开这么一个串钩 同时我们要进行一个这样的操作 再通过串钩发送一个支付串 1234然后看看能不能收得到 这样的话进行一个串钩的这样的一个测试 其实也是用来测试这种串钩 是不是初始化成功了 下面这些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有印象的 因为这里的话是递这种 递这种网络进行这样的一个初始化的过程 那么设置完了这些参数 就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这种服务研议 完成以终端设备的这样的组网的工作 下面我们就能收到这种终端设备的 给我们吸调器发过来的这个数据了 并且也可以通过串钩和这个电脑的串钩助手 进行这样的收发数据 下面我们需要看的就是关于这个数据 我们所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实际上完成这些事情主要是在 在这么一个函数中完成的 这一系统是怎么调用这个函数的 实际上前面我们在讲那个前一阶段 我们就已经分析过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先看一下这一行 那么之前的嘛 我们这些的话实际上在前面是已经分析过的 我们在前面说过 终端设备给协调器发过的数据 主要是放在这么一个 放在这么一个指针当中 那么通过这个函数 把数据通过串钩发送给PC的串钩助手 那么这里的话主要是一些这样的烟雾的数据 下面的话我们会详细的去分析这个函数 往下的话实际上设计的是LCD的这样一些显示 其实在我们的设备上并没有这样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这里就不做进一步的分析 那么这个的话实际上是通过串钩发送的 是这么一个特殊字符 就是这个回车的这么一个字符 那么我们接下来分析 我们说就是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在这里实现的 实际上我们在系统上 就是通过一些配置 那么我们配置的是这么一个地方 前面的方式实际上是也不是在我们系统上所使用的 那么这个函数根据我们设置的一些特点和所做的一些配置 会直接在执行到这个地方 深入经济 我们发现这个函数其实比较简单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软件来看一下 怎么这个函数 我们就可以看到实际上它是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它就是完成一个这种 直接从起初这种巴巴的数据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终端设备 那么终端设备的话 主要是在这个文件里面去实现这种相关的代码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它的这种初始巴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初始巴的话还是在这个函数中去完成 实际上这个函数的话 实际上和我们前面讲的也基本上它的函数名是一样的 那么当然它们的就是在系统中的调用啊 还有一些什么这样的 它的功能基本上是一样的 只是它的实现上可能稍微有些不太一样 那么这里的话这个初始巴含柱它的配置方法和前面基本上也是讲过的 那么经过这里的配置后 那么中端设备就可以和协调器完成这样的组网 下面我们就可以进行这样的数据的收发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数据的收发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函数其实在前面我们也是讲过的 那么它就是一个这么一个事件的处理函数 我们总要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地方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先是判断这个事件是否为这种发售包的这么一个事件 如果是这个发售包的这样的一个事件的话 那么就会将测试的这种的淹幕数据 就并且发送给这种协调器 下面我们就来比较详细的分析一下这个函数 首先我们在这里的话 就会设置这么一个定时器 那么定时器的话 在前面的话 我们其实就是一些 就是怎么操作这个CC2530 这么一些接生器的这么一些过程 我们是就是做过相应的这么一些实验的 那么设置这么一个定时器的主要目的 就是就是能够周期性的测试这些淹幕的数据 并发送给协调器 因为我们是需要实时的 只要做这么一个监测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返回这样的新的这样的事件词 这是供上场调游去使用的 因为上场调游的话 它需要判断这样的一些事件 到底有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件 然后进行一些相应的这种操作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这么看看 看看这个函数 那么通过前面的学习介绍 我们是知道它的功能的 实际上在这里的话 就是通过这么个函数 然后就是把我们的这个相应的形成这些淹幕的值 然后发送给协调器 我们来记得看一下这个函数 首先它会定义这么一个变量 来保证这种淹幕的数据 并把这些数据 相应的这些数据 转换成这种ask 那么这个变量就是用来保证这种淹幕的数据用的 下面这几行就是通过函数来读起这种淹幕的淹幕浓度的数据 其实这个函数我们本这是我们本课的重点 下面我们会比较详细的去分析这么一个函数 我们先还是把这个函数的功能讲完 那么下面的话我们是把我们的这个淹幕的数据转换成这种ask 以便我们再通过串稿去传输这样的一些方便传输这样的一些数据 接下来的话我们实际上就是这个就是这么一个发送的函数 就像这个函数这怎么去调应的我们在前面的话是做过比较详细的讲解 这里的话实际上是把这个淹幕的数据的ask 的这样的数据发送给协调器 我们最主要的是 其实大部分这样的一些东西是可以照搬过来 那么最主要的话我们这个长度是需要我们知道还有我们发送的这个数据 这个是我们需要格外注意的 那么下面的话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刚才的这个 就是这个函数啊 这个函数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它通过它去读集这样的烟雾浓度的这么一个函数 那么首先的话我们还是会定一个中间变量来保证我们的数据 下面的话是死能这种通道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配置这个ADC控制器 控制器3 其实这个怎么复制的只要我们对照一下我们前面的关于寄生器的这种讲解就 就比较容易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是要等待这种转换的完成 接下来的话我们是在转换完整后小关闭关闭这种转换的通道 以便下面我们读集这种转换的结果 因为如果你当前如果不关闭这个转换通道的话 可能在我们读集中可能它的数据就发生变法 实际上这样的话就乱套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读集这个转换的结果 最后的话最后的话把返回转换的这样的结果 那么到这里的把本试验的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就基本上讲完了 那么同样的话我们会把这个进行相应的这种编译 我们通过这个IR来编译我们的这个工程 这个过程时间可能稍微有点长 那么我们下面的话先把我们的这个设备连接好 包括这个GTAG的这个线呢连接到我们的这个设备上 同时我们把我们的GTAG设备连接到我们电脑的USB接口上 这样我们洗料器的设备的代码就编译好了 那么下面的话我们把它向下到我们的设备当中 这样我们的代码就已经下载到我们的设备当中了 我们这个时候顶止这个debug 这样我们的代码就基本上就是代码的下载就已经完成了 那么下面的话我们需要编译的是这个终端设备 我们在这里采取这种rebuild all 然后这样的话就开始我们的这个设备代码的这种编译过程 这样我们的设备代码的编译就算是完成了 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下载到我们的这个设备当中 这样我们的设备的代码基本上就下载完成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凝职这个debug 下面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这个解雕器和这个终端设备重新上电 下面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这个解雕器和这个终端设备重新上电 我们这个时候打开这个这个终端设备重新上电 我们的这个解雕器和这个终端设备重新上电 看到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已经读起了这种烟雾的值 那么这个实验我们到这里就基本上算是完成了